中文字幕——YK 与乡党寻寻如也 似不能言者 其在宗庙朝廷 这个地方有的读便便言 有的读便便言 我们就读便便言 读便便言怪怪的 对不对 便便言为锦儿 好我们说一下什么意思 首先什么叫乡党 乡党说白了就是你的同乡 就是你家里边这些父兄 对吧 就是这些人 老家的人 就是在自己家里人面前 在自己的同乡面前讲话 孔子是个什么样子 在朝廷宗庙讲话 孔子是个什么样子 所以你知道 这个于乡党讲的是入这个字 于朝廷宗庙讲的是出这个字 对吧 我们上一次讲到第九篇的时候 还说过一个 出则是公卿 入则是父兄 大家还记得吗 出则是公卿 入则是父兄 是吧 我们上一次 讲这个论语的时候 讲了过这一点 那为什么 在这里边讲到 乡党和朝廷宗庙 其实就是告诉你 出和入两个不同的情况 在不同的情况下 孔子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我们今天经常讲说 一个人是不是应该在什么地方 都是同一个态度 然后你看一下乡党片 你发现不是 孔子不是这样 有人在问说 为什么这个第一章 孔子上来叫孔子 因为是不同的人去编选 去记的 这章当中就直接点了孔子 别的也有讲孔子的 也有讲孔子的 这个八一篇 是吧 上来也是孔子未记事 也是一样的 这里的孔子 并不代表对孔子不尊敬 还是叫子了 是一样的 说这个孔子 在自己的家人面前 在同乡面前 在邻里乡亲们面前讲话 叫寻寻如也 这个寻寻是什么意思 寻寻就是公顺 老实 不是说这个非常的强硬 不是很强势 就是别人说他听着 感觉很公谦 很谦卑 似不能言者 好像是一个不怎么会说话的人 但是我们知道孔子实际上 是最有学问的人 但是他在自己的乡亲们面前 表现的好像没什么学问一样 大家去想这个问题 为什么 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把后边这一段一起看完 我再跟你讲这个问题 后面这段讲说 其在宗庙朝廷 翩翩言为今儿 这个翩翩言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这个人 讲话 非常的 有逻辑 就滔滔不绝 侃侃而谈 这个意思叫翩翩言 就是能言善变的样子 前面这个寻寻如呢 是这个公顺的样子 这是寻寻如 翩翩言是善变的样子 就感觉特能说 特会说的这种人 叫翩翩言 就感觉特别会说话 特别能说 能言善变 是这样的一个人 为什么他在自己老乡们面前 是感觉好像不会说话 在宗庙朝廷 就能言善变 为什么 大家知道 人容易在什么时候 特能说 就如果说你自己这个人 本身就有一大堆学问 你自己其实能说出很多东西来 有的人是在 这个低层次的人面前 特能说 是为什么 他是为了找优越感 显摆自己 然后在高层次的人面前 他反而不太敢说了 这是一种人 孔子你会发现 他在这个邻里乡亲们之间 在自己的父老乡亲 街坊邻居当中 他是非常低调的 他不会去说 我为了显摆自己 这个抬高自己 然后拼命的去讲 你们多不对 你们多没有学问 我多有学问 怎么怎么样 所以他在大家面前 是非常公顺的 好像是个没什么学问的人 好像不怎么会说话 但是到了宗庙朝廷 宗庙朝廷是恭敬严肃的场合 在严肃的场合当中 孔子要坚持对的东西 在宗庙当中 这个比如说祭祀的礼仪 不对了行吗 在朝廷当中 你不去争辩 这个事儿 于国于民会有问题的 所以他就会去争辩 他就会去讲 唯谨儿 只不过他讲的时候 会非常的谨慎 他不会心口开河 他会很谨慎 但是他会据理力争 所以你知道 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不是什么事 都会跟你计较的 孔子是一个这样的人 孔子是在大事情上 一定要计较 但是在周围 在这个周边人 日常生活当中 孔子是一个 对吧 很随性 很洒脱 然后很平易近人的 这样一个人 这就是这条 要告诉你的东西 就孔子在乡亲们当中 感觉就是老师 老师芭蕉的一个人 也不怎么多说话 不是那种说 咱们经常讲说 村里的能人 不是那种 但是当他出去的时候 在正经的场合里面 在宗庙朝廷当中 你才会发现 这个人非常有学问 只不过呢 他讲的每句话呢 都保持着谨慎 也不会信口开河 这就是第一条 讲的孔子 所以这条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 说话的规矩 就是整个的乡党篇 都是一堆规矩 说话的规矩 是什么时候 该说话 是这么个问题 什么时候该说话 你在私下的场合里边 跟大家聊天 或者不是很正式的 场合当中 大家跟一群 也没有多少水平的人 大家就随便闲聊 这个时候 你就听着 你不要跟别人较真 你也不要显摆自己 恭顺思不能言者 循循如也 但是如果是到了 关键场合 宗庙朝廷 这种关键场合 他又不会藏 不会藏着自己的学问 因为这个时候 讲出来是很重要的 我们能够想象 这样的一个孔子 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非常低调 但是在关键时刻 一定会挺身而出 这是孔子 第一章 讲说话的规矩 我觉得孔子的了不起的地方 不仅仅在于 他能够在朝廷宗庙当中 翩翩延 他更了不起的地方是 他一方面在朝廷宗庙中 翩翩延 另一方面在邻里 相亲当中 死不能言者 这是他更难得的一件事 我们今天很多人 是恰恰相反的 在外边不行 在家里横 对吧 我们的俗话叫窝里横 就是对着自己身边的人 哎呦 这脾气老大了 感觉自己可能耐了 出去 干事不行了 这是 刚好跟这个孔子相反的 孔子是 在家人的面前 在自己邻里相亲面前 怎么着都行 没关系 你们说 对吧 不跟你们计较 但是出去了 那丁是丁毛是毛 这是孔子 那又是 赶 感谢观看